哈喽屏幕前亲爱的小精灵们欢迎光临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尔雅语文课堂 一转眼的时间呀我们的一级尔雅课堂就到了最后一站地了 那在前年的学习当中我们积累了许许多多国学文化礼仪历史方面的知识 不知道屏幕前的宝贝们现在文化底润已经积累了多少呢 那今天这一节课呀唐国老师将带领我们屏幕前所有的小勇士坐上最后的穿梭时光机 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中华历史故事 一谈到中华历史大家就知道中华上下五千年我们的历史远远流传 那中华历史故事的这个其中啊也有许许多多的精彩部分 而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四大系列展开分享 诶 诶 屏幕前的宝贝们一定会发现古人很喜欢四 比如说我们以前积累过四大名著 我们还说过什么呀四大边塞诗人 包括还有四书五经 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四海龙王啊四大美人呢等等 那今天我们就去一起聊一聊和四大美女相关的故事 一谈到美女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大朋友们小朋友们都很喜欢对不对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好叫做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每个人都喜欢漂亮的是不是 好 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之上啊漂亮的女漂亮的这个女子有许许多多 其中有十个人爱他们被平被这个平成了我们中国古代十大美女 这十个人分别是陈瑜的西施 碧月的貂蝉 洛艳的王昭君 修花的杨贵妃 还有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冯小莲 一代妖精 苏达底 命运凄惨的赵飞燕 还有于西施的一美的正代 千金一笑的包四 还有因为洛神妇而被传为洛神的珍世 这十个女人都非常非常的美丽 而最后又有四个人从他们十个人之间脱颖而出了 被我们后人所银记住了 当然了 他们几个被后人银记住并不简简单单是因为他们长得漂亮 比如说老师那又因为什么呀 让我们一起去依探究竟 中国古代有四大美人 这四大美人 当然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他们就是陈鱼洛艳 碧月修花的陈鱼 其师 洛艳 王昭君 碧月 杨贵妃 还有秀 还有谁呀 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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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修花的杨贵妃 哎 孩子们 那么这四个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让我们一个一个去揭晓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这第一个人 哎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这一位美女 对不对 咱们来想象一下啊 如果我们现在去穿越到古代的时候 你就走到她的身边 我们来观察一下她在干嘛呢 孩子们 嗯 她好像是站在了这个西边 小河边啊 西水边 对不对 好 那么她的前面还有一个篮子 篮子里可能换了 这个这个放了一些衣裳 对不对 哎 古代的时候有种职业叫做什么呀 幻纱女 西水 她原本啊 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幻纱女 而正因为她长得非常非常的出众 有许多人见到她之后啊 哎 都过目不忘 而且呢 回到家中可能还被她的美貌而惊呆了 不仅仅人是这样的 就连她在这个小西边啊 幻纱的时候 哎 那么这个西里的鱼儿 看到了这么美的容貌 都光顾着看西施了 都忘了去 干嘛呀 哎 自己去 这个摆动自己的一期游动了 结果纷纷的沉入了水底 她的美貌 已经混为天人了 不仅仅是人类 连鱼类也被她给 惊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对吧 好 所以说 这就是西施 陈鱼的由来 为什么有陈鱼的代称 我们就知道了 就会发现很有意思 很有趣 那 其实她又和历史 有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说 嗯 不太知道 哎 如果呢 你对历史有一些最基本的 自己的了解的话 你就一定会发现 这个女人 她可不简单 这就要从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说起了 大家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 善比克老师讲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皇帝 各路诸侯争亡争霸 对吧 那当时就有两国 其中一国叫吴国 一国叫越国 那这两国的国王呢 就是吴国的傅差和越国的勾建 哎 你谈到勾建 你一定知道了 我们以前听过一个成语叫做 卧心长胆 唐国老师在唱响课程当中也讲过 还给大家放过动画 卧心长胆这个动画 对不对 好 那么 为什么勾建会卧心长胆呢 就是因为 在这之前的时候 吴国和越国 他们两个去斗争 对吧 哎 打仗 结果这个时候呢 哎 很显然就是越国战败了 于是越国的勾建 还有他的谋臣分离 就一起被做成了人质 哎 不是 不是我们之前那个把手和脚都砍掉的人质啊 就被干嘛呀 哎 做成了人质之后 押回了吴国 押回吴国之后呢 一开始夫差还会派人去看着他们 对不对 哎 因为你们毕竟是人质 可是后来 哎 越王勾建呢 他就非常非常的心思缜密 在吴王的身边呀 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忠心 有一次 吴王呀 生了病 漏肚子 肚子很疼 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把医生找来给吴王看病 医生 哎 好好迈 就发现 诊不出什么病了 吴王没有什么病 结果这个时候 越王勾建 他做出来了一个惊人之举 就是他竟然品尝了一下 吴王的大便 而这时候 品尝完了之后 哎 他就很淡定的对吴王说 没事 是这两天着凉了 哎 那么你再这个多喝一点热 热酒啊 热水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吴王呢 真的是按照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吩咐去走 他的提议去做 没想到过了几天就好了 就是这一件事 让吴王觉得这勾建对他太够意思了 太重心了 连我的粪店都不嫌弃 于是呢 这心软就放 越王勾建 回了越国 这一方可了不得了 越王勾建到越国之后 那么范林就给他提了三个建议 我们来看看哪三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让他回国了之后 以前不是战败了吗 现在可不能气乃 一定要开始囤兵加紧练武 那么在加紧练武的过程当中 在这整个去发展重大国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越王他不可能说一天努力 怎么样啊 大功告成了 就跟我们学习一样 一定是要坚持 对不对 学习一定是要刻苦 我最后才能够学有所成 而这时候越王勾建呢 他就为了勉励自己 他就开始误我心尝胆 结果呢 没想到他每当自己想要去放弃的时候 尝一尝苦胆 对吧 而且回到了越国之后 他还躺在柴 心就是柴火 对吧 还躺在那个柴火堆上睡觉 而且呢 他每天品尝着苦胆 躺在柴火堆上 就为了让自己凝迹住这种日子 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他越来越刻苦 每天都想着我要让自己的国家变得非常非常重大 那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要让他屯田发展农业 这是百姓们的什么呀 虎口的本事 对不对 那第三个就是采取了三十六计之一 美人计 让这个勾建呢 选出来了一位美女 把这位美女啊 要送给吴王作为内宪 表面上好像是为了把美女献给吴王 感谢你 其实实际上呢 是为了让这个美女做演戏 当时他们就在全国 哎 开始这个来这个寻找合适的美女 结果没想到就把我们的四大美女之一 西施这位混纱女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 他们把自己的计划跟西施说了之后 西施呢 他非常的声明大意 当时他觉得虽然他自己啊 不想去远嫁他国 而且呢 也不想去这个以身相许去嫁给 也不能是嫁给 去把他献给吴王 但是为了国家 他竟然答应了 而且呢 哎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还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其实西施和范黎 他们两个感情是非常要好的 可是西施 范黎 他们两个现在呢 并不是顾忌儿女私情的时候 西施就这样被勾剑献给了吴王夫差 结果由于西施太美了 越来越见到他都惊呆了 更何况人呢 那他到了吴王身边之后呢 吴王就每天都都想和西施玩乐 根本无心于朝政了 没想到没过多久 他的国道就衰落了 最后勾剑呢 就趁着他国道衰落之际 把他一举攻破 这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史上 吴越两国之间的较量 那么西施呢 哎 他也是用美人计来救国 当然了 这个计谋就是我们的谋臣范黎初的 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物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刚才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了 和西施相关的这一部分历史 我们也会发现原来他并不仅仅是长得漂亮 他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的过人之处 那屏幕前的宝贝们 现在你来讲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女孩子 那这个时候呢 要让你为国献身 你又会不会像西施一样吗 好孩子们 那又有同学八卦一下了 说老师呀 那西施这么美丽的姑娘 她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西施的阶级 有好多好多个传说 那么我们不用全了解 老师给大家分享两三个啊 第一个呢是愧疚 愧疚干嘛呀 就是由于他觉得夫差对他很好 但是呢 他却为了自己的这个越国 而干嘛呀 而这个可以说是算计了夫差 自己呢非常的自责 于是呢就自吻了 哎呦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时候 他就自杀了 第二种呢 是被范黎带走了 被范黎为老师刚才说 他本身传说当中西施和范黎呢 他们就是一对感情非常好 哎 以前苏氏写了一首诗 苏东坡说五胡问道 偏州归去 哎 乃邪西子 就是说呢 他们邪一夜偏州 开始干嘛呀 哎 这个逃 这个逃亡了之后呢 就开始了以后的自在生活 还有呢 一种说法就是被范黎称狐了 因为西施回国了之后 岳王勾剑也觉得西施漂亮 于是呢就想把西施呢 纳为这个自己的人 想把西施给这个干嘛呀 占为己有 结果范黎当时说 吴王勾剑 这国吴国是怎么灭的 你不知道吗 你现在还敢走人家的老路 好 那么他就狠下了心 想了一个办法 带西施出去的时候 把西施给城湖了 对吧 哎 推到湖里了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西施 他的结局 其实还是充满神秘色彩的 有兴趣的孩子 一会下课之前 老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我们可以去自己探索 好不好 OK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 第一位美女 也就是陈鱼的西施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二位美女 就是谁呢 有陈鱼 那么接下来就有洛艳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人就是王焦军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而在他的背后呢 也有许许多多的奇妙的小故事 让我们一起先来一探究竟 那么王焦军呢 他所在的这一个时期 我们就会发现 哎 这个中原与匈奴之间 他们呢 长时间的动乱不堪 而这样的动乱对于中原来说啊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威胁 匈奴的这些首领呢 他们也都非常英勇善战 于是他们总会侵略中原 那这时候呢 哎 这个匈奴那边呢 他们终于正好发生了一些岔头 于是匈奴的首领某一日 对吧 就起了一个这个主意 就是说 你能不能把你们国家的这个公主 嫁给我们匈奴首领 那这样呢 我们两国 这个两方啊 就一和亲 我们就成为亲家了 亲人了 对不对 那这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在历史上很常见的和亲计划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皇帝啊 可不太愿意 为什么呀 因为他根本不舍得让自己的女儿 嫁到匈奴那边 传说当中 匈奴他们所在的地方啊 是蛮荒之地 既寒冷 那些人们呢 又很隐瞒 所以说呢 当时的这个这个皇帝的公主呢 谁也不爱去 结果呢 这时候就有一个人 哎 这个人呢 他早在很长很长之前就进宫了 这个人呢 就是王昭军 那王昭军 他在很长时间之前呀 就已经进宫了 被献给了皇帝 可是当时皇帝一次都没有召见过他 我们知道 在古代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宫殿非常的大 那皇帝后宫家历三千 而皇帝呢 他这个每次可能就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女子进宫了之后 那皇帝呢 就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去给他去许许多多的宠爱 可是皇帝呢 由于他只有一个人 而每女有那么多 他自己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亲眼看 当时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说你看 这一次显拔的美女 有这么多 对不对 你让我一个一个看 我还要不要处理朝政了呀 给我们画像吧 于是他就请来了 当时在皇宫当中 非常非常有慰望的 著名的一个画家 这样他给他 给这些女子画像 那么在画像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位画家 就被我们后人所名记住了 这个人呢 就是毛岩寿 毛岩寿 他的画功非常了得 传说中 他画一神通 就是他的画呀 就像通了神 就像通了这个神灵一样 对吧 那汉武帝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汉帝皇帝 对吧 最后呢 网杀之 有人说冤枉了他 就把他给杀掉了 那什么意思呀 那就是因为啊 当时这个王朝金 他在移进宫的时候 不就要给 给皇帝画像了吗 那么有好多的公养 这个时候就等待着 这个毛岩寿 给他们画像 一个一个可能都做好了 然后能摆各种的pose 对吧 那结果这时候 王岩寿 他一个也给他画像 那有许多的女子 他相貌平平 为了想要让皇帝 记住自己 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想一些 歪门邪道来贿赂画师 那高则当时的十万两银子 小则也得五万两银子 就给这个毛岩寿 那据说当时啊 送银子的这些人呢 毛岩寿都把他们画得很漂亮 而王朝金 他自己本身 哎 就自视清高 觉得自己那么漂亮 我还用像他们一样 这个送礼吗 他不屑意干这样的事 结果传说当中啊 哎 王朝金什么都没有做 自己呢 哎 可能貌似摆出一副 比较骄傲的架势 那毛岩寿呢 看到他之后 就会发现你长得没有 什么了不起啊 对不对 人家不把我放在眼里 人家都给我送礼你 你敢表示都没有 于是当时一气之下呢 就拿起画完了之后 拿起笔来 在他的脸上点了一颗痣 那一个很漂亮的美女 脸上多了一块 这么这样的一个大黑痣 我们就会发现那 皇帝肯定不会再去选他了 那后来呢 他们画完像了之后 传给了皇帝 皇帝看到了一些画像 选了几位美女之后 王朝金就再也没有被召见过 那历史之上还有人说 其实啊 是这个当时的这些这个画师啊 他没有故意丑化王朝金 而是他把其他的女子画得太美了 有许许多多种方法 那就这样 王朝金一直在后宫受到冷落 这时候终于接到消息了 说皇帝发声明了 那干嘛呀 哎 这个现在匈奴呢 要与我们和亲 我们后宫的这些女子 谁如果愿意去嫁给匈奴的话 那么哎 这个你就是为国家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那当时呢 王朝金好像是心想自己 可以为国家做做 献出自己的力量 二呢 就是如果久在宫中居住的话 有可能这一辈子也见不到皇帝 那还不如就怎么样了呀 哎 嫁给匈奴 结果这时候他就自高奋勇的 哎 去面接了这个陛下 并且说我愿意嫁给匈奴 这一次他和我们汉武帝的见面 竟然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的见面 汉武帝发现原来在他后宫 竟然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 他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 而且最让汉武帝后悔的就是 他已经答应了匈奴 要把王朝金嫁给了他 那么一言进出司马门 这更何况他是一个皇帝 结果他非常的悔恨 那当时呢 就把自己的怒火呢 转移到了这位画师身上 觉得是当时画师没久 把这么漂亮的姑娘画出来 于是一气之下呢 就把毛眼兽给宰了 我们就会发现 那这时候后悔也晚了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不能再反悔 此时此刻呢 皇帝虽然非常的不舍 但是呢也没有办法 只能送王朝金出赛了 那么王朝金呢 他在出赛的过程当中啊 由于天寒地冻 那么他呢就拼了这个 这个白领子的白毛领子的 一个大敞篷 那骑着一匹马 那因为王朝金平时就 非常的喜欢弹琵琶 于是呢就走上了初赛的路 这一路上啊 王朝金他也是知道自己 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故土 于是呢心中不免 哎 生起一丝悲伤 而这一路上呢 哎 天上的飞过了几群大雁 大雁呢也在嘶嘶的嘶吼 而这时候忽然间大家就发现了 大雁呢都不再难 都不再前飞了 而是仿佛注视着王朝金 最后纷纷的落了下来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落雁 陈鱼忘了游 大雁忘了飞 这种美女就美到这个地步了 结果呢我们就会发现后来王朝金终于到了地点 嫁给了匈奴 到在他嫁给匈奴的长时间的这个时间段里 匈奴和中原再也没有起过斗争 王朝金呢他真的是用自己来为国家 他换取了和平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 并且得行金辈的女子 他在嫁给匈奴的这个那边的过程当中 虽然环境比较艰苦 但是他总会想到非常非常合适的办法 去这个让匈奴和中原不要再起战争 这就是和亲的力量 这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貌 与智慧坚定的女子 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 这个人就是洛艳的王朝金 所以后来的这个成语 沉于洛艳就可以用来分指女人的美貌 比如说我说某一个姑娘长得真美 真是沉于洛艳 碧月修花 这碧月呢指的就是腰蝉了 腰蝉她在看月亮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不知道屏幕前的宝贝们刚才分享完了两个和美女相关的故事之后 你自己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收获和感悟呢 这两位美女 她们除了容貌美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还有哪些共同特点呢 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